丁元美到图书馆的时候,世海正在看报。 他问世海,你在看什么报? 世海说,我正在看世界日报。 你看,这有一条美国总统访问北京大学的新闻, 还有他回答北大学生问题的照片,很有意思。 丁元美说,是的,这两天关于总统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新闻很多。 报纸上有,电视上有,网络上也有。 你要写关于中国的报告,应该不缺资料吧? 不缺,不缺,我只想问你几个地理问题,行吗? 行,希望我能回答你的问题。 这是北京,上海在哪呢? 上海在北京的东南边,在中国的东南部,看,就在这。 为什么你说上海在北京的东南边,在中国的东南部呢? 因为行政上上海是中国的一部分,地理上上海位于中国的东南。 所以我们说上海在中国的东南部。 地理上上海位于北京的东南,可是行政上上海不是北京的一部分。 所以我们说上海在北京的东南边,懂吗? 不懂。 给你举个例子吧,华盛顿是美国的一部分吗? 是。 地理上,华盛顿位于美国的东边。 那么我们说华盛顿在美国的东部。 行政上,华盛顿是纽约的一部分吗? 当然不是,可是地理上华盛顿位于纽约的南边。 那么我们说华盛顿在纽约的南边。 我想我明白了,这么说香港在中国的南部,在广东的南边,对吗? 很对。 我还有一个问题,这是一张中国地图,这也是一张地图。 两张地图为什么不一样呢? 大的地图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,小的地图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。 为什么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,1949年以后的中国小呢? 这个问题很复杂,我们以后再说吧。